好 晚安禮拜天晚間我們正常時段來做 The catcher in the right的解籤導讀正義訓練 很快來看到我們前一次的進度 我到了第 看一下第幾頁 141頁講完 我們從142頁開始 好 我們就直接一進一句的來講解 那回憶一下 Holden想起了他更早以前的一個同學 因為 Holden有個怪毛病就是他看到人家皮箱用假皮那種很廉價的皮箱他心情就不好 連帶會影響到那個皮箱 這所有人好這樣子 那他剛好碰到有一個 前兩間被開除的學校那個好像叫 Alton Hills 裡面有一個 他的室友 看到Holden用那種牛皮的名牌的皮箱他老爸買給他的吧 他就不敢 他那個同學 室友就不敢把他皮箱拿出來放就塞床底下 後來Holden受不了了 罪惡感太太重了 也把自己的皮箱藏到 他放到他自己的那個床底下 沒想到他的室友又把他的皮箱拿出來放回去 類似這樣的情況 他目的是說 要讓別人認為 那個 他的皮箱 Holden的皮箱是他的皮箱 好 這是我們回憶一下 那他這個室友呢 就 很喜歡用那個 Bourger 這樣的法文 應該是資產階級 來形容Holden所有的東西 一副好像就是說 你們這些 很庸俗 有點像那種 富二代 很庸俗沒有文化沒有內涵 這樣子 但是 講歸講 自己又時常跑去跟人家借東西 這種人就蠻討厭的 我們來看一下 He borrowed it off me all the time But it was bourgeois anyway Holden有一支鋼筆 那 我們往前看一點點 他說 Even my fountain pen 是鋼筆 他那個室友說他的鋼筆 非常的資產階級 不知道是不是 Mont Blanc 那種 他講歸講罵歸罵 但是呢 食堂借來用 這樣子 He borrowed it off me all the time 每次都跟他借 But it was bourgeois anyway 你不是不喜歡 bourgeois嗎 怎麼還一直跟我借來用 We only room together about two months 他們兩個在一起 當室友共同住在一起 大概兩個禮 兩個月 Then we both asked to be moved 然後呢 兩個月雙方都受不了了 不裝了 就申請要調 要換宿舍 兩個都提出申請要換宿舍 And the funny thing was I sort of missed them After we moved Because he had a hell of a lucky sense of humor And we had a lot of fun sometimes 結果呢 好笑的地方在哪裡呢 兩個人都搬了 都換寢室了 他反而懷念起他來了 原因是因為 他那個室友呢 嘴巴在那邊碎碎念 說這個資產階級那個資產階級 但是呢 還蠻有幽默感的 至少讓Hoden感覺到 除了那個皮箱跟他那個嘴巴 喜歡碎碎念之外 其他還可以 讓他心情蠻不錯 因為幽默感很好 We had a lot of fun sometimes 他們有時候兩個在一起呢 蠻好玩的 日子過得蠻愉快的 I wouldn't be surprised if it missed me too 他說 那如果他也懷念我的話 我不會感到意外 我也不會覺得很驚訝 意思是說 兩個人在一起雙方都很有幽默感 幽默感是指 是指 雙方面的 意思就是說他要能夠感受出你的幽默感 才能具備幽默的特性 而不是說你很有幽默感 對方不知道你的幽默感在哪裡 笑點不對 所以他必須雙方很有默契 可見 如果他那個 原來的室友調到別的寢室去了 幽默感發揮出來 沒有人感覺很幽默 他自然而然就會 開始懷念起 因為Hoden 來了 因為Hoden 看出他的幽默在哪裡 哈哈哈哈 是這個樣子 這是一個相對性的概念 他在說一開始的時候啊 他呢 只是 很喜歡跟我鬧得完啊 就是說他 其實是故意去說 Hoden 所有用的東西都是資產階級 是跟他開玩笑的 And I didn't give a damn 他說那Hoden 也不在乎 你叫你的嘛 我衝而不聞我也不在乎 不當一回事就沒有效果了 It was sort of funny In fact 他說這樣子其實蠻好玩的 Then after a while You could tell He wasn't kidding anymore 過了一段時間呢 他就不開這種玩笑了 好 找到了 有點迷路 The thing is It's really hard to be roommates With people If your suitcases are much better Than theirs 他說 反正這個事情就這麼回事啦 你很難跟 哦 跟 那種皮箱 比你差的人 也就是說 你皮箱比你的室友好的 兩個人能夠成為室友 這樣子 那是Hoden 的怪癖 If yours are really good ones And theirs aren't 如果你的皮箱很好 非常的不錯 高檔 他們的皮箱不好 兩個人很難成為室友 這是Hoden 自己認為 那Hoden 前面講到了 就是說他怎麼去破解 對方在那邊碎碎念 就是不當一回事啊 你講你的 我衝而不聞 表示說 他覺得事討沒去 他就會停了嘛 他就不會再開這種玩笑了 這樣 那你如果很激動 那就等於說 他激怒你 要玩你有用啊 他會繼續玩下去 這是Hoden 的策略 這樣子 好 再看 You think if they're intelligent and all the other person and have a good sense of humor that I don't give a damn whose suitcase are better but they do 他就講說 如果你認為那些皮箱不好的人 又跟你住在一起的人 很聰明的話 那另外一個人呢 有很好的幽默感 他們呢 並不會去很在意 誰的皮箱比誰好 那就沒有事情了 但是通常 事與願違 他們都會去在乎 誰的皮箱比誰好 這樣子 but they do 其實事實上 是 事與願違的 they really do 他說真的不會按照劇本來走 這樣子 It'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I room with a stupid bastard like Strutlater 他說這就是為什麼我跟一個 一個蠢蛋 Strutlater 他的學長住在一起的原因 為什麼呢 很好玩 At least his suitcase is worth as cute as mine 他說 這個人雖然是個混蛋 但是呢 他的皮箱跟我的皮箱一樣好 所以呢 我住起來就不會 會去想到其他的問題 他是看皮箱 Anyway These two nuns were sitting next to me and we sort of struck up a conversation 他說 無論如何 不管怎麼樣啦 這兩個神職人員 修女 正坐在我旁邊 然後呢 雙方呢 那兩個修女跟他呢 反正沒事幹嘛 坐我旁邊就開始聊幾天來了 The one right next to me at one of those straw baskets that you see nuns and salvation army babes collecting dough with around christmas time 好 這個with是跟那個collect 是跟那個collecting dough with those straw baskets 所以就是說用那個籃子 straws是稻草 稻草邊的籃子來 我們講畫園也好 或是說 要 叫大家捐錢這樣子 他說 在那旁邊那個呢 有一個那一種 用草編 你可以直常看到那種 草編的 稻草編的籃子 你時常看到 修女會帶著 哪些修女呢 Salvation army 就是指救世軍 這個組織 慈善機構的組織 的修女時常會拿的 他們在 請大家捐錢 用的那種 特有的 稻草編的籃子 尤其在什麼時候呢 尤其在 耶誕節 前 那個是 接近耶誕節的 那個時段 所以現在很接近耶誕節 又要放寒假了 他們又出來了 又看到了 You see them standing on corners 你時常可以看到 這些人呢 修女呢 帶著那個 稻草的籃子呢 站在 角落 街角 especially on 5th Avenue 尤其在第五大道 in front of the big department stores and all 在 很大的 百貨公司前面 那我們如果 沒有記錯的話 那個5th Avenue 應該就在 中央公園旁邊 這個 這我們可以來實作一下 我印象中好像是在 The Central Park 旁邊的那條街 沒有記錯誤 你才會來實作一下 我印象中要是 現在的 嗯 你不如你 我印象中要是 很好吃的 我印象中要是 我印象中要是 這個 我印象中要是 5th Avenue 這是第五大刀 我印象果然是正確的 這是第五大刀 5th Avenue 這應該在中央公園裡面 我們實作成功 繼續來看 INE WHERE 最重要的 在她旁邊的那個修女呢 就把她的手提箱往地上一擺 那Holden就伸手过去 弯下腰来伸手过去 帮他把皮箱拿起来 那这个drop是指说掉了下去 可能力气不够或者是说 没有拿稳 掉了下去比较像 你把东西往地上一甩也可以叫drop 那如果说是放下来 Holden就不需要去帮忙了 原因是因为Holden认为他没有拿稳 皮箱掉了下来 所以他去帮忙 所以他才会去pick it up for her 帮他把它捡起来 I asked her if she was out collecting money for charity and all 他就顺便问了一下旁边的那个修女说 请问你是不是出来收善款 就是大家捐献的钱 因为慈善机构嘛 善款 She said no 他说不是 She said she couldn't get it in her suitcase when she was packing it and she was just carrying 我现在再看一点好了 这句子还没完 carrying it 他说呢 他不能够把那个篮子 放进皮箱里面 所以只好拿在手上 因为那个篮子是 那个稻草篮是要 去 让大家捐善款的 所以他说他打包的时候呢 那个篮子塞不进去 所以他只好拿在手上 并不是我要来 要叫大家捐善款的 原因在这里 She had a pretty nice smile when she looked at you 那Holton就讲说 他旁边那个修女呢 有非常好看的微笑 当他看着你笑的时候 Holton觉得说 蛮舒服的 She had a big nose and she had on those glasses with sort of iron rings that aren't too attractive but she had a hell of a kind face 他说 他鼻子很大啦 然后呢 戴了一个 我们讲的是金属框的 金属边的眼镜 那个Rins是指框 那个边 那是Ion铁的 有可能是金属的 他说sort of iron 就是有点像金属的 金属边的眼镜 they aren't too attractive 看起来不是很 很不搭嘎啦 跟他的脸型不搭 所以看起来不是特别的 好看 but she had a hell of a kind face 但他的面部表情 非常识祥 这样子 I thought if you were taking up a collection I told her 她说我以为 你要准备收善款 要大家捐钱 然后她就跟那个修女讲 I could make a small contribution 她说我其实可以 捐一点小钱给你啊 You could keep the money for when you do take up a collection 然后你现在没有捐钱 可是你可以把我捐的钱 我先超钱部署 我先捐 你现在虽然没有要收善款 可是我先捐 然后你要收的时候 就把我的钱再放进去就好了 这样子 oh how very kind of you 然后那个修女就讲说 哇你人真是太好了 真是个好人 and the other one her friend looked over at me 另外一个坐在更旁边一点的 他的朋友 一听到之后就 赶快探头看了后灯一下 看看是何方神圣 这么有爱心善心 the other one was reading a little black book while she drank a coffee 那另外一个人呢 在边喝咖啡边看一本黑色的书 黑色皮的书 书皮是黑色的 小本的 it looked like a bible but it was too skinny 他说样子看起来很像圣经 但是 怎么会那么薄 那个skinny不是瘦啦 因为书来讲是薄的意思 他说圣经不会那么薄吧 mini版的 it was a bible type book though 他说是很像圣经这样子的书 但不是圣经 这样子 all the two of them were eating for breakfast with toast and coffee 他说这两个人呢 早餐 只吃 吐司跟咖啡 其他没叫了 这样子 that depressed me 他说那个又 Hoden又觉得 心有七七烟了 Hoden太多愁善感了 看到什么东西 他都会depress 他脾香比别人好 他也depress 他吃的比 点的早餐比那两个 num还要丰富 他也depressed I hate it if I'm eating bacon and eggs or something and somebody else is only eating toast and coffee 他说为什么呢 因为我实在很不喜欢 很讨厌说 我在吃培根蛋的时候 或是这一类的丰盛的早餐的时候 其他人呢 只吃吐司跟咖啡 这样显得我好像太浪费了 这样子 吃太好了 they let me give them 10 bucks as a contribution 那这两个 修女呢 还是接受了 他的善款 十块钱 超前部署 先捐 they kept asking me if I was sure I could afford it and all 但是呢 还是再三确认一下说 你那10块 会不会捐了你就没钱了 身上没钱了 你要不要捐那么多 捐5块就好 一再确认说 他会不会把全身上下的钱捐出来了 那变成他去要钱了 要饭了 所以再三确认说 你捐10块会不会有问题啊 会不会捐太多 I told them I had quite a bit of money with me but they didn't seem to believe me 那Hoden就告诉他说 告诉他们两个说 他其实身上还蛮有钱的 不用担心啊 可是这两个修女 好像不太相信Hoden讲话 说这高中生怎么会有那么多钱 一出手捐就是10块钱 They took it though 但还是收下来了 finally 最后还是收下来了 The both of them kept thanking me so much It was embarrassing 那那两个修女呢 马上就还没有开始开张 就已经先拿到捐善款 就一再的 非常的 感谢Hoden 那Hoden反而自己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他前面的10块钱是被扁了 被拉皮条跟那个 那两个搭档 骗了5块 多骗5块钱 然后把他要钱 威胁他 到他房间里面去威胁他 把他扁了一顿 那这个呢 他捐了10块钱 人家还没开始收散款 他就先捐10块 那两个修女反而谢谢他 感谢的不得了 这让Hoden感觉到非常不好意思 I swung the conversation around to general topics and asked them where they were going 那Hoden就开始天南地北乱扯了 那个叫swung the conversation around 一直扯 扯东扯西 反正Hoden看起来蛮会扯的 然后呢 就在一些 一般性的话题上面 鬼扯 闲扯淡 然后问他们说 他们要去哪里 They said there were school teachers and that they just came they just come from Chicago and that they were going to start teaching at some convents on 168th street or 186th street or one of those streets where the hell up down 他说呢 他们两个其实是 在学校教书的老师 那从芝加哥来 然后他们正要去 准备教学了 在一些 天主教的 像教堂一样 教会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地方 位置是在168阶 或者186阶 就在其中的一条 他记不太清楚 在还 uptown 比较靠上面 的地方 那middle town 就是中层的地方 就是中央公园比较下面 那往上跑 应该是这样 这个我们也可以来试作一下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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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阶跟186阶到底在哪里 我直接用地图这样应该比较快一点 allah bl此antage 一百六十八切 縮小一點看看在哪裏 有沒有看到 那離買遠的 第五階在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值的 他的一百六十八階都已經跑到很上面了所以叫up count 在這邊 如果是一百八十六階我看會更上面了 186階跑這邊來了 所以距離他們所在的 位置 Central Station 應該蠻遠的 所以他們搭火車可能要搭個幾站 上去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剛剛看的第五階是在這個 中央公園這個地方第五階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坐車要20分鐘8.9英里 從 Grand Central Station 中央 總站 過來要坐車要20分鐘蠻遠的 坐車就要20分鐘了所以確實要坐一下車子了 好這樣子 好我們把143夜間講完就差不多了在正義一下就功德圓滿了 The one next to me with the iron glasses said she taught English and her friend taught history and American government 那在他旁邊那個修女呢 拿一個那個布施的 籃子 的那個修女說戴個眼鏡的 金屬框眼鏡的金屬邊眼鏡的 說呢 他教英文 剛好Holden的強項就是英文 全部被當只有英文是A 然後他的朋友隔壁那個教歷史完了 Holden跟那個歷史老師 記不記得一開場的時候一開始的時候就到他歷史老師家去 And American government跟美國政府 Then I started wondering like a bastard 他開始迷惑了 Like a bastard 就是說 搞的陰頭轉向 胡說八道 What What the one sitting next to me That taught English Thought about being a nun and all When she read certain books for English Holden其實是想到說 這些修女 她是六根親近的 她如果教英文的話 如果 教到一些 英文的小說或是 讀物 讀本 裡面有一些比較 陸鼓一點 煽情一點的情節他怎麼教啊 所以 Holden一點黑人問號 這個我們可以下次再講 我們先來 把 這頁導讀一下 朗讀一下好了 我們其實講了兩頁 蠻豐富的內容算蠻充實的 好直接論個好我們就開始朗讀 先聽聽看我原來怎麼唸好了 It was a sort of mistake After we moved Because he had a hell of a good sense of humor And we had a lot of fun sometimes I wouldn't be surprised If it missed me too At first he only used to be kidding When he called Mike Stub Bourgeois And I didn't give a damn He was sort of funny In fact That after a while You could tell He wasn't kidding anymore The thing is It's really hard to be roommates With people If your suitcases are much better than theirs If yours are really good ones And there's odds You see If you're intelligent and all The other person And have a good sense of humor That they don't give a damn Who's suitcases are better But they do They really do It'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I groomed with a stupid bastard like Stratlator At least his suitcases was as good as mine Anyway These two nuns were sitting next to me And we sort of struck up a conversation The one right next to me have one of those And straw baskets that you'd see nuns in Salvation Army Bates collecting dough With a round Christmas time You see them standing on corners Specially on 5th Avenue In front of the big department stores and all Anyway The one next to me dropped hers On the floor And I reached down And picked it up for her I asked her if she was out collecting money For charity and all She said no She said she couldn't get it In her suitcase When she was packing it 好 我听我们原来念的一页观摩一下就好了 我现在直接开始念 然后我同学可以互相做比较 有没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He borrowed it off me all the time But it was bourgeois anyway We only roomed together about two months Then we both asked to be moved And the funny thing was I sort of missed him After we moved Because he had a hell of a good sense of humor And we had a lot of fun sometimes I wouldn't be surprised If he missed me too At first He only used to be kidding When he called my stuff bourgeois But I didn't give a damn It was sort of funny in fact Then after a while You could tell He wasn't kidding anymore The thing is It's really hard to be roommates with people If your suitcases are much better than theirs If yours are really good ones And theirs aren't You think If you're If they're intelligent and all The other person And have a good sense of humor That they don't give a damn Whose suitcases are better But they do They really do It'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I roomed with a stupid bastard like Strathletor At least His suitcases were as good as mine Anyway These two nuns were sitting next to me And we sort of struck up a conversation The one right next to me Have one of those Straw baskets Did you see nuns and Salvation Army babes Collecting dough With around Christmas time You see them standing on corners Especially on 5th Avenue In front of the big department stores and all Anyway The one right next to me Dropped hers On the floor And I reached down And picked it up for her I asked her if she was out collecting money For charity And and all She said no She said she couldn't get it In her suitcase When she was packing it And she was just carrying And she was just carrying it She had a pretty nice smile When she looked at you She had a big nose And she had on those glasses With sort of iron rims That aren't too attractive But she'd had a hell of a kind face I thought If you were taking out Per collection I told her I could make a small contribution You could keep the money For when you do take out Per collection Oh how very not kind of you Oh how very kind of you She said And the other one Her friend Looked over at me The other one Was reading a little black book While she drank her coffee It looked like a bible But it was too skinny It was a bible type book though All the two of them Were eating for breakfast With toast And coffee That depressed me I hate it If I'm eating bacon and eggs For something And somebody else Is only eating toast and coffee They let me give them 10 bucks As a contribution They kept asking me If I was sure I could afford it And all I told them I had quite a bit of money With me But they didn't seem to believe me They took it though Finally The both of them Kept thanking me So much It was embarrassing I swung the conversation around To general topics And asked them where they were going They said they were school teachers And that they just come from Chicago And that they were going to start teaching at some convents On 168th Street or 186th Street Or one of those streets Where the hell uptown The one right next to me With the iron glasses That she taught English And her friend taught history And American governments Then I started wondering like a bastard What the one Sitting next to me That taught English Thought about Being a noun And all When she read Some Certain books For English Oh 我就 导讀到143頁 结尾多 越过了144頁 把完整的句子念完 那这一段其实也蛮好玩的 Holden呢 其实 时常会有一种压抑感 所以他不是 Embarrassing 要不然呢 就是Depressed 要不然就是呢 That killed me 他老是用这几句 表示他内心的状态 是处于一种 高度起伏的 这样子 所以这种小朋友呢 通常是比较聪明的那一种 他知道说 当你的室友 一天到晚说你这个东西 太高档 太资产阶级 又不断的跟你借 也许他是开玩笑闹得玩 所以他讲说 我的幽默感很好 我把他当成 他是在跟我开玩笑 我呢 就一笑自知 我不跟他生气 久而久之 他的朋友 就不再讲他 Bourgeois到处讲了 所以Holden是一个蛮聪明的人 他只是在讲反话啦 他说要是 双方都很有幽默感 一个知道去怎么去挖苦别人 去讲反话 刺激别人 一个呢 一笑自知 这样子呢 就双方都可以欣赏到对方的幽默感 但他唯一不能够成 不能够接受就是 还是皮箱的问题 怪屁 无解 所以他宁愿去跟Straulator 每天在那边锁喉打架 斗嘴 他都高兴 原因是因为 他们两个皮箱一样好 这种理由 我实在觉得蛮怪的 这样子 那不要忘了 Ackley也有怪屁 他的隔壁室友 那个Ackley 很邋遢的那个Ackley 记不记得 他讲Ackley 去看电影 还要先问是跟谁去 记不记得 礼拜六晚上 下午他们去看电影 跟另外一个叫Bossard 很喜欢打桥牌的那个 那个Bridge Finn 他找他去 那个Ackley还说 跟谁去 先确认 事实上 那个Bossard根本就不想 让那个Ackley去 他还故意故作 说 是谁啊 你哪位啊 那他讲说 那个Ackley有个毛病 记不记得 他讲说 他坐在 假设他坐在 那个轮船上面 船要沉了 然后你如果 划救生旅 你去救他 他还要先问一下说 那个救生旅 待会是谁 谁划 如果不是我喜欢的人划 我宁愿 不做 我要跟这个船共存亡 这样子 所以没 你住校 你会发现 很多人都有怪屁 所以我们以前念 御校念官校的时候 就一个班 一个寝室 御校更惨 御校几乎是 我没记错的话 那好像是 三十几个人 住一间寝室 一个 教授班 不是建制班 到了官校 是一个建制班 睡一间寝室 就大概四个人 十一个 加班长 学长 在御校呢 好像是一个建制班 我印象中好像三十几个人 二三十个人 睡一间寝室 哈哈 那个你如果碰到像 Holden这种 Ackley 我看一天到晚都在退学 转学 所以Holden的成绩不好 我相信有一大部分的原因 是因为 他跟室友之间合不来 这样子 不过两个人住一间 还算好了 跟那个干扰比较少 如果隔壁的不跟你 隔一个浴室相连的话 不会跑过来 说不定Holden不会转学那么频繁 哈哈哈哈 好 我们今天四十分钟了 差不多了 就讲到这个地方 那明天要上班 所以我们也不多讲 今天的分量应该是足够的 那我们今天就 今晚就想到这边 就差不多催眠了 感谢同学 晚安